究竟的真理 究竟的真理 可以在佛教的教义中发现 佛教承认两种真理 一种是显而易见的普通真理 另一种是真正的究竟的真理 要实现究竟的真理 唯有经过禅定 而不是理论性的 或者推测性的 佛陀的言教 是世间的究竟真理 佛教不是一种天啟 或者有组织的宗教 它是人类第一个 以纯科学探究 终极存在的本质的例子 这种超越时间性的教义 是由佛陀自己 不经过任何天啟所发现的 这样的教义强而有力 足够面对任何挑战 而不必改变其教理的基本原则 任何宗教 为了适合现代世界 而被逼改变其原来的教义 这是因为他们的宗教 缺乏固定的基础 和没有构极的真理 在里面的缘故 在现代世界 困难普遍存在的条件之下 佛教还照样能够保存 大师原始教义的真理 然而佛陀从来没有介绍 和道德或者宗教仪式 无关的个人或者世间修持 对佛陀来说 这种修持是没有宗教价值的 有些时候 我们必须区别 佛陀所说的佛法 和一般人所说的佛法 以及以佛教为名义 修持的是什么 我们不应该只是观察到 人们挂着佛教的名义 去盲目信仰 就照言落一个佛教是不好的结论 要了解一个宗教的本质 我们必须研究和考证 这个宗教创始者的原始教义 如果佛的话语 是以知识的完整 道德的热成 和精神的洞察来判断 那么佛的话语 就是人类智慧演进的最后结征 因为佛陀所教诫的 完全不是只说不做的 完全不是只说不做的 就是人类智慧的